我比她們三個多 蛤 是 其實幾乎平血 我們反而比較不會太害怕 因為很快就找到原因剛才處理 要不就哪裡出血 要不就哪裡有狀況 慢性平血才是最容易被忽略 我曾經遇過最低的 我們都有經驗 只剩一點多到二 那很高啊 我們選數要十二 女生要十二以上 二她等於是一般人六分之一 還可以 還能工作 就是透明人喔 還能工作 那個Case我印象很深刻 她賣豆漿店 每天早上三點 她是豆漿店的媳婦 每天三點要起來弄豆漿 她是不是太累了 對 我們的結論的話 應該說 平血了嗎 小地方就看得出來 假設翻開來 它非常的蒼白 那我們就是會懷疑 往這個方向去想 那還有一個地方 就是我們的嘴唇 有的會是白色的 如果裡面黏膜 都看得出來很白的話 那很嚴重 嚴重 她同時除了黏膜 會變成蒼白 她舌頭還會變成紅舌 然後指甲會容易斷裂 紅舌 紅舌 平血好嗎 她那種紅 不是那種氣血玄滑好的紅 就是僵死之前 然後回光 反照轉 什麼 致命貧血不要來 針對體質開菜單 最多食用密集 轉台你就虧大囉 我們國內要做過一個 調查報告 也就是在19歲到50歲的 女性朋友當中 貧血率 大概是高達了25.2% 也就是四個人當中 有一個人一定就貧血 那貧血的話大家怎麼辦呢 你會去看醫生嗎 好像不會 不會對不對 對啊 貧血需要看醫生嗎 所以你會認為它是一種病嗎 頂多就是請旁邊的帥哥扶一下 這樣子而已嗎 你這個 這個處方籤很厲害 對啊 所以呢 有時候我們對貧血 到底是一種症狀 還是一種疾病 我們裡面可能有一些迷思存在 我們後來稍微的探討一下 好不好 來 首先我們幫大家整理了 貧血三種迷思 先來看看第一個 第一個迷思要怎麼樣來搶救 體虛的林凱宇呢 一次一蹲下去站起來眼貌驚心 就是貧血了 是不是這樣 來自我判斷 圈插牌十個肺 蹲下去站起來歐按鈴 有沒有眼貌驚心 圈插請選擇 圈圈插後面圈得多 一定是打包票 從小就這樣子被教育 就是嚴重的拼血 對 對不對 然後常常會眼貌驚心嗎 小學的時候 我媽媽一定會跟我的導師交代說 體育課不要讓他一直就是說 在太陽底下曝曬太久 或者是站立太久 周會的時候 可不可以讓他盡量在教室休息 然後你不可能每一次人家周會 你都在教室嘛 你還是必須下去操場 可是周會都很久對不對 我只要一站 就倒啊 就會一陣暈眩 然後眼前泛黑 然後就下 就倒了 就被送到保健室了 憑血不能曬太陽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站太久 還是曬太陽 旁邊都沒有人扶你喔 我跟你講 冷不防就下去了 我們個頭高 都是在排頭 都是在排頭 平血不是不能曬太陽 是不能站太久 是站太久 我剛剛是說 周會都很久嘛 不能曬太陽是吸血鬼啦 對 好問題啊 所以我就一直 是吸血鬼血吸不夠 對啊 平血 常常一直就是小學就 這個對我來說是家常便飯 長大咧 很習慣 就一天到晚都是 保健室就打給我媽媽說 你女兒 又倒了 又暈了 又倒了 媽媽好怕接到電話 是 所以我媽媽就說 因為她平血 因為她平血 就是一直 所以我覺得我很嚴重的平血 了解 來 馬起 我也是平血啊 我也是從小平血 而且後來我 高的人都容易平血 打不上去是吧 打不上去喔 不知道為什麼我也是從小就平血 而且我從小 我的手腳是冰冷的 然後 對啊 手腳冰冷 然後每次我去以前 反正現在也是 我只要去看任何的醫生 然後人家看到我一定就說 你一定有平血喔 我說為什麼 他因為像你們這麼白的人 大部分都平血 打龍頂 現在十個戰爭 九個白啊現在 沒有沒有 他說像我們那種白 可能我的是比較蒼白吧 他看到他就說 你一定平血 然後他就幫我量 果真我就平血 他說 我說 那醫生怎麼那麼厲害 你光看就知道我平血啊 他說像你們這麼白的女生 而且你看你跟人家比 你就特別的白 對 他就說我平血 對 就不像榮家 晒成這樣這麼簡單 你就沒有平血 對啊 可是我矮我也會平血啊 你也打不上去 我也打不上去 但是你選擦耶 因為我覺得應該是說 我自己認為啦 平血的人應該一定會有 這樣的症狀 但是一般正常的人 你做瞬間的動作的話 我覺得應該都多多少少會血 突然流不回去 蹲著站起來也會 對啊我覺得 但是我看過真的平血 正常生理性向 對我覺得是這樣子 對不對 所以這個狀況來 陳醫師幫我們解答一下 從以上來看 不論是長得高 長得白 長得黑 長得高 其實都有平血的危險 我必須要講一件事情就是 小心平血就在你身邊 有喔 一般人會覺得平血 要很嚴重才是 是喔 剛剛提到那些症狀 只能榮家講的就對 應該是短時間 你的腦血打不上去 所以這個答案其實是錯的 錯的 其實在 是不是這樣就是平血 不一定 不一定 就不一定 但有平血的人會這樣嗎 一定會這樣 基本上一定會 平血一定會 不平血也有可能會 對 就是這樣 但是我覺得孟子以前講 其實眼睛是一個很重要的 喔 因為表皮喔 你說變白 現在好多女生寧願平血 不要皮膚黑咧 真的喔 對 寧願平血 回待遇 對 但是在眼睛尤其是這個 結膜的地方 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點 如果太白 甚至平血嚴重的時候 肝功能受損 甚至有一點偏滑 還有一種極端的例子 如果你的平血 是因為你的血球有問題 這種血的吸收很差 它甚至拱膜會變成藍色的 所以你遇到 眼珠子的旁邊的拱膜 變成藍色的時候 當然第一個先小心 是不是有混到外國人的血 這就是 被避不入 被避不入 很好對 但第二個其實就是有時候 嚴重的鐵的吸收變差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另外一個就是大家常聽到的 包含皮膚變白 變冷 因為大家想一個道理 當你平血的時候 你氧氣的交換跟代換 就比較差一點 所以血液循環會比較差一點 但另外一個 你血 雖然其實平血的人很好玩 它血液的總量是多的 但是它的吸氧的量 比較差一點 就是你 你道路上很多交通工具 但是每一台車只能載兩個人 還不如一台車可以載公共巴士來得好 所以相對來講 它就很多的血 你身體就要打來打去 心臟就要用力打 所以包含呼吸又比較慘 甚至於血不夠的時候 你到肌肉 同樣在平血 男生在這些動作的時候 比較不會那麼不舒服 因為男生肌肉比較有力 還有像左邊這邊的 包含容易疲累 甚至嚴重一點點血壓略低 也是會有影響的 昏倒那也是標準症狀 對 胸悶也會 還有一個皮脹變大 大家比較不容易自我診斷 對 更大 因為如果摸得到自己皮脹變大 通常就是我老公會說我脾氣很大 他都知道皮脹有變大 皮脹不負責管皮脹 皮脹是一個負責銷毀血球的地方 所以很好玩的一點 如果你貧血嚴重的人 很多人不一定是缺血 他是血太多的人 血太多你要被破壞掉 等於皮脹就是紅血球的垃圾場 那你製造太多 皮脹會變很大 那彭醫師 還有什麼貧血的症狀可以補起來 彭醫師也好白喔 對啊 你有沒有貧血還好吧 所以我白裡有透紅嗎 有一點 是蒼白 像白紙這樣子 你跟馬姐在切割就對了 對 不要跟我的衣服 皮脹最主要症狀還是覺得 就是莫名原因疲倦 然後覺得精神不濟 然後他會伴隨一些比較典型 像頭暈 心悸 胸悶 四肢會麻 然後剛剛講的一些 怎麼蹲下來 會頭暈啊 會頭暈 就是血打不上來 然後覺得血量不夠 他最剛開始其實暈的症狀 是很明顯的 如果會有症狀 以這個症狀最明顯 他其實不會怎麼樣 但是有時候還會影響到 記憶力 學習力 憑血還會專注力不行啊 對 這個美國小學科醫學會嗎 記憶力喔 記憶力喔 真的我朋友他真的就是這樣 他是憑血到變成透明的 就是很白 可是你可以看得出來 他是透明跟他拍照 他就會整個好像要透到那個牆壁裡面 然後他真的就是 你確定他是你同學 對 他過來才變這樣的 然後他就是要回家的路上 他完全講不出來 他講不出來 蛤 那就真的很嚴重的貧血了 很嚴重 對其實輕度的貧血喔 他們研究這個 五千個小朋友 就是學齡期的 然後發現他的成績 數學成績 有貧血的小孩 表現得特別的不理想 對所以會影響到你學習 跟你腦袋運轉 邏輯的能力 那嚴重的 有很多會貧血啊 真的就像那個 從小就貧血的比較多 對 那個算是天生的嗎 對 體質的關係 對 所以很多小朋友 亂那個書念的不好 坐在那邊一直 擊不起來 還這麼能亂過來 而且常常有小朋友 這麼小他就告訴你媽媽 我手會麻腳會麻 就是真的要小心 我們可以有幾個地方觀察 剛剛那個陳醫師講 這個眼瞼 現在眼瞼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假設翻開來 他非常的蒼白 那我們就是會懷疑 往這個方向去想 那還有一個地方 就是我們的嘴唇 下唇的顏色 就是把它翻開來看 這個下唇內的黏膜 或者是牙齒的下齒銀 怎麼看 就是把它翻開來看 然後呢 有的會是白色的 如果裡面黏膜 都看得出來很白的話 那很嚴重 很嚴重 他同時除了黏膜 會變成蒼白 他舌頭還會變成紅舌 然後指甲會容易斷裂 紅舌啊 紅舌啊 他那種紅 不是那種氣味玄華好的紅 就是將死之前 然後回光反照 什麼 這下唇的 這種形容詞 不是 這個很難解釋 這邊有朋友變透明的 我們沒有看過 這邊回光反照 原來貧血這麼嚴重啊 問題啊 所以你這樣說起來 平血如果嚴重 他是危急性命的 其實這對生命會有影響 因為那舌頭 一般舌頭就是講過 他要紅色 但是有一點薄白胎 表示有胃氣 那眼睛就是整個平血到沒有胃氣 他手是很光滑 只是他本來那個紅色素 所以是很光亮反 看起來是很紅 當然是不好的 是平血的舌頭 所以到底形成平血的原因 有分成哪幾類嗎 其實 你了解他的一生 就知道他為什麼會這樣子 紅血球 我們講平血 基本上是紅血球不太夠 這是簡單的定義 那紅血球從哪裡製造呢 從所謂的骨髓製造出來 所以如果骨髓 沒辦法製造的時候 他就會平血了 那最嚴重你就知道 有一種叫做 再生不良性平血 對 就是他骨髓整個功能有問題 製造不出來當然沒有用 那種是比較屬於 遺傳性的比較多是不是 目前研究是跟遺傳的基因有關係 然後形成了紅血球 紅血球其實 它最後在血液裡面循環的時候 最後會在皮脹破壞掉 所以如果你的皮脹太有功能 本來在這個紅血球 在身體裡面循環 要120天才要瘦終正寢 如果你皮脹太有功能 不斷地破壞它 有些免疫的狀況的時候 你紅血球會很短命 你怎麼製造也來不及 當然還有一個在腸胃道或肝 我們剛剛提到了 你如果腸胃 你的元素來得不夠 像鐵 你的鐵吸收不夠的時候 也是一個因素 那還有一個肝 你如果肝功能不好 它的肝很快的代謝掉 也是一個因素 所以你了解它一生中 四個重要的點 從骨髓 到它的血清裡面 到皮脹 到腸胃 肝這個部分 其實每一個關卡 都會影響到它 每一個點出問題 就可能平血了 對 這很廣泛 所以你剛剛說了 這個是原因之一 那以種類來講的話 你剛剛說一個是 第一個是遺傳性 遺傳像大家很流行的 地中海型平血 剛剛講的代聲不良性平血 是一個比較少的例子 地中海型平血 大概不要太在意 因為台灣統計 大概百分之五到六 左右的人會有 所以二十個裡面 就應該會有一個地中海型平血 它比例算高耶 算高 它是一種遺傳性 我們家 我記得我生第一胎的時候 孕婦不是要被抽血 有什麼地中海分血嗎 結果我有 然後醫生還要求說 我老公也去抽一下印象 結果兩個都有 那這樣的話 他還是得到的 一定有 比例非常高 而且他還不是只是有 如果你運氣不好 他對於孩子的 好像整個腦 還是什麼 是有一些影響 還要看哪一型 哪一型 所以你們兩個是後外科 也是不同型 各種型不太一樣 他表現不太一樣 所以他覺得 那是有政府一種 或是有家人 都會喜歡 或者是沒有打招呼 所以我覺得 那這是長生肌肉 大概是想到 他比較好 這次生肌肉 還有打招呼 去到 中海生肌肉 有的 然後 中海人 有的 在抗招呼 其實就是 背部 最常見女生就是流血流太多 所以精血太多是一個問題 男生不要以為沒有精血就沒問題 男生有腸胃道 像胃 男生的壓力大抽菸喝酒 其實胃的出血他可能沒有注意到 還有一個甚至大腸 大家知道大腸還在逐年比例的增加 還有一個男生會忽略掉其實是痔瘡 痔瘡破裂 痔瘡其實破裂他可能不好意思講 其實他流久了也會有影響 最後一個其實反而是大家討論最多的 叫做營養攝取的問題 那營養攝取影響就很大了 因為大家現在飲食比較偏差比較多 但是我要先講一個概念 大家知道身體裡面的鐵到底有多少嗎 因為大家在補血都講到要補鐵 對 我們一個70公斤左右的人 其實你身體裡面總共的鐵 才3.5到4公克 這麼小公克 也就是一根鐵釘 你如果真的能夠把它啃下去 東西收了 也就夠了 是夠一天還是夠一生 全生 平均值來說 就只需要這樣 所以不一定每個人都需要 變成鋼鐵人補那麼多鐵 其實重點是在這些鐵 其實多數的鐵它不會排出去 它會在身體裡面循環循環再使用 如何減少它不要流失 可以在這裡面適當的運用 這才是最重要的 可是這麼多瓶血的種類 是每一種都要注意 它都是屬於疾病類的嗎 還是說特別是 譬如說你剛剛講的 什麼胃出氣啊 對啊是這一種才要 遺傳類的就比較尷尬了 另外一個我倒是覺得有時候 遺傳性的東西不是壞事 像地中海型瓶血 還有一個叫鐮刀型瓶血 這個很好玩 因為這種 血紅樹它長得很特別 其實以前有瘧疾來的時候 這種人活得下來 我們正常的紅穴球 反而活不下來 所以你如果你有地中海型瓶血 你要祈禱哪一天突然 世界的瘧疾在流血 就是給你活下來 沒有啊 那像他們去現在有瘧疾的國家 就不用吃葵寧了嗎 基本上還在有預防 不是 那有那個瘧疾的國家 我們就先把淨塵送過去看看嗎 謝謝 我們就投一班機吧 好